说生的可以吃熟的可以吃 用水洗过没法吃 猜猜是什么呢 请问男人和女人在一起 到底谁吃亏 大多数男人处钱又处力 到最后女人还不一定满意 你觉得呢 老板你找我呀 我今天找你来呀 也没有什么其他事 咱公司呢打算裁员 我准备每个部门裁一个 但是呢我也不知道该裁谁 不该裁谁 找你来商量商量 你给个意见 裁员可以 但是咱得有个标准 那你说怎么做 咱这样啊老板 咱们呢组织一次投票 本部门不能参加 让其他部门呢来投这个部门 然后呢 然后看结果呗 啥结果 就比如说啊 业务部最后一名裁 那指定是业务部好呗 后勤部最后一名裁 那指定是懒呗 不好好干活呗 保安部最高一名裁 为什么呢 那指定是有的员工 拿着公司的什么东西出去 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呗 那人员能不好吗 人家能不把票投给他吗 人事部最高一名裁 这又是怎么了 人事部是管考勤的 有的人迟到早退的 假公祭司的 他不闻不问 那人员能不好吗 人家凭什么不把票投给他呀 财务部最高一名 财 你疯了吗 财务是管报销的 有的人该报的不该报的 他都给报了 拿着公司的钱大人情 这不是吗 这样的人能留着他吗 老板 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嗯 你说的倒挺有道理啊 这样 业务部最后一名 别财了 为啥呀 那不是我小舅子吗 我回家跟我老婆 不好交代 你啥也不是你 你那搞定上来的 没打上来 你的明摆子就是 难为你姐夫呢 你知道我笨 然后你就除那些嘎啦呼气的 接不接回就 我算认识你 我跟你说啊 小月儿 我本打算 你要借完我钱 我就请你吃鸡肉起来 我家刚杀一个大公鸡 老好吃的那鸡肉 老香了 这回呀 你连个鸡毛 你都捞不着了 你们说什么时候 最适合干坏事呢 要我说呀 就是中午 中午干坏事是最好的时候 因为有句古话说的好 干坏事 你早晚都会被人发现 老婆 你叫我一声爸爸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我不叫 我不想知道 你这就没啥意思了 你快点 爸爸 想知道 谁在那里面 你说 我跟你说了 你不能告诉别人啊 其实 你不是我亲生的 都说男人会玩 其实女人 她如果想玩啊 可比男人容易多了 男人出去玩呢 要有钱 或者有盐才行 而女人呢 只要放得开 玩的花样啊 能比男人多很多 所以说 不只是只有男人会玩 男人会的 女人都会 男人不会的 女人也都会 你怎么看 你把车借我用一下 我去接个朋友 接朋友 啊 啊 那我得跟我老公商量一下 啊 你不是没有老公吗 对呀 所以没得商量 你怎么这么小气啊 我小气 你这个月已经借了我三次车了 你每次把车送回来的时候 我都怀疑你开着我车去耕地去了 啊 我是开的那么一点快 啊 你那是一点快吗 你那是飞得太低耶哥吗 你每次把车送回来的时候 你也不知道给我洗一下 我 我什么我 你不给我洗你就算了 你连油都不给我加 我每次开的时候 我都提心吊胆的 我生怕开不到加油站呢 你 你什么你 你上次连床两个红灯 咋变 你是牛啊 你看着红色你就想往上面冲呢 你听我给你狡辩 我 不不 你听我给你解释 你解释什么解释 不用解释 你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大家都是朋友 车闲着也是闲着 你还不如借给我呢 还我这样 闲着 我每天也闲着 你咋不把我继续用用呢 不把我继续用用呢 想问所有男人一个问题 不要说谎 假如有一个女人不图你的钱 也舍不得乱花你的钱 对你又是真心的好 从不和别的男人聊爱你 你的事情呢 他也很上心 你发的信息啊 他也总是秒回 他愿意为你付出 对你的态度很好 在乎你的一举一动 他会因为你的冷落 而上心难过 他很珍惜和你在一起的 每一分每一秒 这样的女人 你愿意陪他一生一世吗 你还是不是个男人了 我也不知道 你定吧 我跟你说离婚 是想让你哄哄我 你是不是傻 我哄你 谁来哄我 你心情不好 我哄你 胃口不好 我哄你 打折衣服买不到 我哄你 口红没色 我哄你 你同事比你漂亮 我也哄你 明明都不是我的错 你却要随时随地 不分场合 不分地点 要哄你 我是哄干肌吗 关键你居然说 你就知道哄我 我哄你也不行 不哄也不行 你到底要我怎么样啊 那我跟你一吵架 你就不说话 你就不是个男人 我跟你说什么啊 跟我讲道理嘛 我跟你讲道理 讲了你又不听 听了又不做 做了又做错 错了还不改 还让我闭嘴 说我凶你 让我道歉 道歉就道歉吧 道着道着 你还真以为自己有理了 我错哪了 我错就错在我会说话 你说你是我女人 还是我女儿 每次吵架都要离婚 你是跟我过日子 还是过家家 我真是累了 我求你了 饶了我 行不行 我错了 我爱你 以后我不用你哄了 好不好 嘴上说是爱 行动全是伤害 那不是爱 那是坏 所有的女人 不是需要捧着 哄着 才能活的 世界那么大 我觉得你一定找到一个 属于你的 祝你以后吃饭有人喂 走路有人推 吵架有人哄 再见 从结婚到现在 你一共就碰了我九次 你是不是外边有人了 老婆 不行咱俩就离了吧 嗯 从昨天上午 结婚典礼到现在 我就没睡过 哎呦 你能不能让我睡一会儿 你别笑 完了媳妇 我闯祸了 闯啥祸了 我说出来你可别打我呀 哎呀你说吧 大惊小贵 我今天跟朋友出去吃饭 把账钱给算了 哎呀妈 不就请他们吃个饭吗 千八百 咱都请得起 多少钱我转给你 八万吧 多少钱 八万吧 你们吃啥去了 我把你酒医生给结了 没有你妈 哈哈哈哈 哥给你一万块钱 你让哥切一口行吗 行 哥你怎么不清